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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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如果丢给古人肯定炸锅 在古人的观念里天无二日民无二亡 亡只有一个那就是周亡或者称为周天子 楚国虽然称亡但一来这是自封的 华夏诸侯不予认可 二来虽然说天无二日 但楚国的天和中原的天并不是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而是分属不同的天 就像北方的诗经和南方的储词 各有各的文化系统不相同属 其实严格来说天确实只有一个 并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但蛮族的地盘不属于天而属于海 所以并不是王土 王土的四面八方 不管有水没水都叫海 统称四海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 唱过一首很有名的大风歌 有一句是 威加海内习归故乡 深究一下的话 刘邦认为汉朝的地盘属于海内 也就是四海之内 海外不归他管 秦汉以前楚国长久以来都被当成蛮蚁 严格说来确实不属于天而属于海 这种情形其实对大家都好 因为站在楚王的角度 周天子是天王 自己是海王 平起平坐 天下诸侯都低自己一级 这感觉非常的爽 而站在华夏诸侯的角度 反正楚国是蛮蚁 就随便他们猴子称大王吧 跟我们不搭借 而如果非要教训楚国 让他们放弃称王的话 显然不明智 因为大概率打不赢人家 所以楚国称王的问题 几百年来在国际社会上 已经磨合的很好了 哪知道华夏诸侯当中 忽然有人作怪 卫惠王和七卫王 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 互相给对方送了一领王冠 一下子动摇了国际关系里的 自尊心平衡点 这在华夏诸侯看来 就好比大家平日都是兄弟 也一直称兄道弟 忽然有两位兄弟 给自己生了一辈 要当大家的爸爸 识可忍 孰不可忍 楚威王的愤怒 也很合理 平日里都低自己一头的 小伙伴当中 忽然站出来两个 要跟自己平起平坐 同样 识可忍 孰不可忍 小群体内部 社会未接的变动 从来都特别肆咬人心 诸如多年的同事 忽然升迁了 读书期间 成绩从来不如自己的同学 工作之后 竟然比自己收入高 亲戚聚会的时候 发现妹夫的职位 高出自己一级 诸如此类的事件 制造出了无数人的 无数个不眠之夜 大国诸侯 虽然在自己国内 位于社会金字塔的 绝对塔间 物质生活 也都是顶级的锦衣玉石 但他们心目中的小群体 早已不再是国内 而是国际会议里边 那些和自己地位相当的人 当时在齐国这边 其实已经有人 看透了这层道理 所以建议填膺 不要接受 为国递上来的王冠 这个人名叫张丑 子丑以某的那个丑 这个字和丑陋的丑 本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字 只是在汉字简化之后 才合二为一了 张丑的一件事 如果齐国和魏国 在战场上胜负未分 那么魏惠王来服软的话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和魏国一起 用低姿态对付楚国 这才是一条通往成功之路 但现在的局面 不是这样 我们不但打败了魏国 打得还相当狠 消灭了人家十万大军 还把人家太子弄死了 如果我们这时候 接受魏国的服软 就等于以利夫人 长得自己能打 就看不起秦国 楚国那些强国 更何况 楚王是个好勇斗恨 又特别在乎面子的人 将来一定成为齐国打患 这些分析 入情入理 但田英不听 站在田英的角度 刚刚荣升齐国总理 总会想做 一点漂亮的业绩 而且自己为这件事 已经忙活了好几趟了 付出的心血 肯定不想白费 没想到事情 真如张筹所料 齐国惨遭 国际社会的军事制裁 尤其是作为 苏州相亡事件 所在地的苏州 遭受了 楚国的大军围攻 这个攻击地点的选择 是很有羞辱意义的 让齐国相当狼狈 说到这里 你应该会产生一个疑问 不对啊 魏国和韩国 都是败了齐国的码头 这就等于 战国七雄当中 齐 魏 韩 三雄联手 问天下谁人能敌 就算啊 楚赵燕 同样三雄联手 双方的实力 应当半斤八两 为什么齐国 那么容易就被打败了呢 而且在齐国挨打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见到 魏韩两国 来帮齐国老大哥啊 按照魏国的初衷 不对齐国 落井下石 就已经算是大慈大悲了 原先之所以肯对齐国服软 还不就是为了激怒楚国 借楚国的手 来收拾齐国吗 但这就触发了新的问题 借刀杀人 就这么容易吗 魏国想齐国服软 真的 只是送一顶大帽子 就可以了吗 难道魏国和韩国 当了小弟之后 就不该承担做小弟 应尽的义务了吗 理论上说 当然应该承担义务 而另一方面 维系联盟关系 是一件很难的事 今天我们最常见的联盟 就是商业合作 哪怕只是在商场里边 买一件小东西 也意味着买家和卖家 达成了一个 以自愿为前提的契约 如果有人反悔 对方可以向商场申诉 甚至可以上升到法律层面 但国际联盟不一样 没有人为买卖双方 扮演商场和法院的角色 显然 毁约的代价很低 当然 只要排桌不散 毁约的一方 既会遭受被毁约一方的报复 也会让其他人 不愿意跟他合作 但问题是 排桌经常会散 毁约的收益 也经常达到 让人割舍不下 所以为了让联盟成立 就有必要做出利益绑定 大家从此呢 一荣俱荣 一损 俱损 现代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美国 如果按照英文字面执意 不该议成美利兼合众国 而应该议成美洲国家大联盟 大联盟成员之间的利益绑定 已经使我们觉得 它不是一个联盟体 而是一个国家了 再看欧盟 它的萌芽是欧洲梅钢共同体 而欧洲梅钢共同体的萌芽 是德法梅钢联营计划 要求德国和法国 各自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 把煤炭钢铁生产合并起来 交托给一个 独立于两国之外的专门机构 战国诸侯虽然做不到这一步 但思路也是搞绑定 最主流的绑定模式 就是互换人质 各自把自家的孩子 送到对方国家 纯粹从技术层面来看 虽然两种策略的底层逻辑 是相通的 但各有各的优点 也各有各的局限 优点都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只看缺点 利益绑定绑得太牢 就容易当局者迷 一旦当局者迷 就容易过度考虑短期利益 而长期利益 又很难有效形成绑定力量 在一切利益绑定当中 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夫妻关系 所以和亲从来都是 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但即便到了夫妻这种程度 也经常会有同闯一梦的现象 这样看来利益的绑定力量 并不都那么牢靠 还是情感的绑定力量更强 在一切情感羁绊当中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深沉的 最毫无保留的 所以交换人质才有意义 但人质的缺点是 要么骨肉难理 关心则乱 要么因为多生多养 导致父母很容易偏心 有些孩子并不金贵 不足以成为筹码 要么孩子被敌对势力刻意扶持 说不准哪天就会回国添乱 无论如何 人质外交都是古代外交的主流形式 而将魏国这种服软型的外交 就不会是互换人质了 而只能是由魏国单方面 把人质交给齐国 那么当楚国围攻书州 而魏国袖手旁观的时候 齐国难道就拿魏国没办法吗 我们下一讲再谈